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侯之间聚会而结盟 叫会盟 威重于诸侯 这个威字 大家考虑一下 应该是当什么假 这个威 在这是权势力量的意思 它不是威吧 是权势力量 重于诸侯 这个威呢 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 比诸侯还要重 这个呢就是咱们上次 讲秦床本纪的时候 曾经提到这个事情 田长呢就是田衡田成子 春秋末 齐国的大夫 他把齐俭公杀掉 立齐平公 而且呢自己 做相国 为田氏 为田氏 篡夺 江氏 政权 这个 打下了 监视的基础 诸侯 艳然 辅讨 就是田长 杀俭公 而向齐国呢 这个事本来是 很不正常的事情 他把这个 齐俭公杀掉 他本来呢是 臣下 把这个 君主杀掉 然后呢 他自己呢 有作相 这个本来是 很 很反常 很僭越的事情 但是诸侯 就各诸侯国 艳然辅讨 这个艳 是安逸的意思 就看到这么 不正常的事情 各诸侯国呢 还跟没事 没事一样 辅讨 就不去征讨 海内 征于战功 海内 指的就是 天下 因为古人呢 认为 我国的疆土呢 四面都是环海 所以呢 这个 称国境以内 为海内 像咱们 熟知的 诗词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必林 这个海内 就指的是 就像现在说 国内一样 争于战功 这个余呢 也是 借词 在的意思 就是 战 战功呢 就是 战是战争 功 是成效的意思 所以这个 这句话 如果死意的话 那就是 在战争 成效方面 争夺 当然 通顺的汉语 不是这样 三国 中之 足分进 三国呢 指的是 韩赵卫 就是 三家分进 咱们历史上 很熟悉的 三家分进 就是 这说的 就是这个事情 中之足 这个中和足 实际上是 同义词 就是 中 是中间的意思 足 是最后的意思 所以呢 咱们翻译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重叠一下 就是 最后 终于 瓜分了进国 田和 亦灭 其而有之 这就是 三家分进 和 田氏 代其 这在 咱们在历史上 都学过这个 田和 就是 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田长的 曾孙 他 既其 祖父和父亲 也是 做齐国的相 公元前 391年 他 放逐了 齐康公 把齐康公 放逐到海上 成为 实际上的 齐国的国君 前386年 被周王 正式承认为 诸侯 这个呢 就是咱们说的 田氏 代其 正式 取代的 齐国 六国之圣 自此始 六国 当然就是 指的是 齐出 颜汉 赵位 物在 强 并 并敌 这个 新疆的 疆 左边边 这个 公字 下边 没有土 这就是 强大的 强的 这个 古字 这个字呢 咱们应该记住 因为这个 强大的 强 在古汉语里 经常是出现 就是 像这个 新疆的 江 没有 没有这个 土的 这个 字形 强兵 这个强 是 强盛 而且是什么用法 是 使动用法 使兵 强盛 这个兵呢 在这儿 不是兵器 而是指的 军队 就是 使军队 强盛 并敌 并 是 兼并 吞并 物在 这个物 是 智力从事的意思 比如 论语里边有 君子 物本 就是 君子 智力于 本 这个本呢 指的是 农业 所以 这个物在 强兵 并敌 就是 智力于 各国都智力于 使军队 强盛 和 兼并敌国 谋诈用 而纵横 短长 之说起 谋诈 这个 谋诈 如果单说的话 谋 是指 计策 咱们今天还说这个计谋 诈 是欺骗的意思 所以咱们 这个双音词就是诈骗 诈骗就是欺骗 但是 古汉语里边 谋诈 经常连用 作为 作为人意的 这个 反义诈 所以可以 译为 阴谋 诈骗 而 纵横 短长 之说起 纵横呢 就是当时 说的 这个 这个 纵横家 上次呢 咱们也 就是在讲 秦庞本纪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解释过 这个 纵就是 六国联合 反对秦国 叫纵 如果秦国联合 齐国或者 楚国 来反对其他国家 和其他国家作战 那叫横 这个纵横呢 就是指的 纵横家 而言 短长之说 这个短长呢 就是 意思就是 像咱们现在成语说的 这个 说长到短的意思 就是说呢 这些人呢 能够把短的 说成长的 把 差的 说成好的 就是 很善于词令 矫称 封出 矫称 是指的 假借的名义 假托的 假托的名义 假托的称号 封出 这个封呢 咱们在 讲这个 词类活用的时候 曾经讲过 这个矫称封出 就是 名词 用作状于 表示 比喻 就是说 假托的名称 像蜜蜂那样 多 咱们都知道 蜜蜂一出了 就是一大群一大群的 所以 说这个 假托的名称啊 像蜜蜂一样 到处都是 这种用法呢 咱们现在还有 比如说蚕食 那就说像蚕一样 吃东西 去吞 吞并一些东西 都是表示 比喻 都是名词 用作状语的 这种用法 是蒙不信 是呢 就是 指的是 发誓 律誓 蒙 在神前结盟 古代结盟的时候呢 一般都要 割掉牛的耳朵 来取这个牛的血 用血呢 用这个血水 来写出蒙书 写成之后呢 这个 参加联盟的各个国家的代表 或者各个部落的代表 用这个血呢 涂在嘴上 然后共同来读这个蒙书 也就是 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岔血为蒙 就是这个意思 是蒙不信 信呢 这个咱们说过这个字 这个信呢 这是会议字 人言 就是人说话 应该诚实不期 但在这儿呢 不信就是不遵守诺言 发誓和结盟的人呢 发完誓 结完盟 都不遵守自己的诺言 也就是说呢 这个社会的诚信度非常低 虽自治 剖福 又不能约束也 虽 在这儿 还是即使 即使 自治 这个治是安治 第一个治是安治 第二个呢 是人治 就是像这个秦始皇本纪里边 秦始皇的父亲 曾经被当作人治 压在赵国 剖福 这叫治治 剖福呢 就是 这个福 就是咱们也讲过 是用竹 竹木 竹子 木头 或者是金石 做成 上面写着文字 把它一分为二 两个方面呢 各存一块 这样 比如说 这在派兵的时候 这个 这个将领拿着这个 去到 这个 这个军队那边 然后对 两边一对 如果能对得上 就说明是 确实是 这个 上面派下来的 然后就他呢 就可以用这个福呢 来 调遣军队 但是呢 在这个 当时呢 由于 这个社会诚信度 非常低 所以呢 即使是 犯了人质 啊 或者是 这个 有福信啊 那么 由不能约束也 还是不能够约束 秦始 小国 避远 诸夏 病之 秦始 这个始是开始的时候 啊 小国 避远 他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国家比较小 而且呢 所处的地方呢 很边缘 诸夏 病之 病之 啊 这个病 相当于一个 就是什么 现在还有一个 带匹手的 那个一个 兵子 啊 就是 排斥 排斥的意思 啊 这个之 当然就带秦国 比于荣迪 嗯 这个比 咱们也讲过 不止一次啊 啊 比 这个字形呢 就是 两个人啊 乔国文字形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呢 他本意是摆在一起 在这儿呢 是 类似的意思 啊 类似 所以 在这儿呢 这个比于荣迪呢 就是说 认为 秦国 类似于荣迪 至县宫之后 常雄主侯 这个县宫呢 当然是秦县宫 啊 秦国的县宫之后 常雄主侯 啊 就是咱们读古汉语的时候 像这一类字 就是必须得 插字典 啊 常 当然好好懂 啊 经常 就像刚才是讲的 这个威众于诸侯 是吧 这常雄主侯 一看这雄子 谁不认的 是吧 咱们上过小学的人 都认识这雄子 啊 当然这个雄在这 当什么讲 啊 什么叫常雄主侯 这个雄呢 在这呢 本来是 名词啊 意思是 事物中的 特殊的 啊 叫雄 你比如 杰出的人 非常兴盛的家庭 非常强大的国家 都叫雄 啊 比如战国七雄 这个曹操 和刘备啊 这个 独九论英雄 啊 这英雄和萧雄 说曹操是萧雄 啊 那么 这个雄 都是指的是 事物中的特殊的 啊 特殊者 叫雄 所以呢 他本来是一个名词 在这儿 昏运为动词 成为诸侯的 成为诸侯之雄 就是可以翻译为 成为各诸侯国中 最强大 啊 常常成为诸侯 各诸侯国之中 最强大 论秦之得意 不如鲁位之暴力者 秦之得意 啊 就是秦的 这个道德 礼仪 啊 得意 是道德礼仪 这个论 在这儿是 衡量 平定的意思 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成语 论功行赏 这个论 衡量 平定 衡量啊 秦的这个 道德礼仪 在这方面 怎么样呢 他还不如 鲁位之暴力者 就是不如鲁位 这些国家之中 啊 最暴力 最暴力的 最 就是最不讲得意的 那些 国家 所以呢 在这儿呢 就是 表明这个 秦国呢 特别的 不讲得意 比鲁位 这些国家之中 最不讲得意的 那些君主 还要 不讲得意 量秦之兵 不如三晋之 墙也 大家看 又是这个墙 就是 新疆的江 没有这土字 量秦之兵 这个量呢 是 审查 揣夺的意思 就是咱们的成语 说成语 这量力而行 啊 就是 你掂量了自己的力量 而 而走路 是吧 这形式走路 所以呢 在这儿呢 这个量和 上文的这个论 是 意思非常接近 都是 衡量 评定 审查 揣夺的意思 所以就说 审查 秦国的 军队 不如三晋之强也 啊 那他 这个秦国的军队呢 还不如 韩赵卫三国的军队 加在一起 那么强大 然族并天下 但事实上呢 秦国不但把 韩赵卫灭了 而且把这个 齐楚焉 也都给灭了 所以说 然族并天下 这个族呢 还是 最终的意思 并 在这儿还是 兼并的 兼并了天下 非必显固 变形势利 盖若天所助焉 非必 就是 这个必 咱们说过 在古华语里面 都是一定的意思 非必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什么呢 显固变形势利 显固 这是两个是固定搭配 是贤族巩固的地方 变形 指的是 有利的地形 势利 指的是 形式 有利 所以呢 他 这一 整个这一句话呢 说的是 不一定啊 是秦处于 贤族巩固的 有利地形 而且处在 有利的形式之下 的原因 盖若天所助焉 这个盖 在古华语里 也比较常见 它表示一种 大概的意思 若 是似乎的意思 都是一种 表示一种 推测的语气 所以盖和若 这两个字 是同一词 放在一起 就是加强 这种推测的语气 就是表示呢 司马迁对这个事情呢 不是特别有把握 他做出这种推测 他认为呢 因为 不论从德意来说 从军力来说 秦国都 没有什么突出之处 都处于劣势 那他怎么会 然足并 足并天下 是吧 那为什么呢 又不是说这个 又不一定是这个地形 或者是形势 对他们有利 那么只能说是 天所祝愿 就是天帮助的国家 这个锁子又是 特殊的指代词 他表示 什么什么的人 什么什么的事物 和这个动作 有关的各个方面 就是所以这可以翻译为 就是上天所帮助的国家 这一段呢 比较长 但是呢 他很浓缩 就说 这个 司马迁 在这一段里边 就把 好几百年的事情 都浓缩在 这里边讲了 所以咱们看的时候 也得 比较仔细 而且呢 他这个就说 要完全读懂这段的话 你就得对这段的历史 比较熟悉 这样 才能够准确的 理解他每一句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段可以这么翻译 太史公 认真阅读 秦记 就是秦国的史书 看到犬戎 打败 幽王 周天子将首都 向东 迁到洛邑时 秦湘公 刚刚 受封为诸侯 就建造 西制 来 祭祀 上帝 显露出 超越 本分的 征兆 李经上说 天子 应该祭天地 诸侯 应该祭他 管辖范围内的 名山大川 而现在 秦国夹杂着 少数民族的习俗 重视 粗暴乖章 轻视 仁爱 正义 身为偏远地区的官吏 却 在郊外 举行 祭祀天地的 仪式 有才德的人 害怕 这种做法 到 文宫时 秦国 这个文宫指的是秦文宫 到秦文宫时 秦国越过拢山 打退 全戎 敬重城堡 在祺山和雍一带 治理 秦木宫改进 国家的 统治 管理 使秦国 东面的 江界 到达 黄河 秦木宫 就与 齐桓宫 晋文宫 这样的 中原各国的 统治者 不相上下 此后 陪臣 掌握了 国家的 统治管理 大夫 世代 相传 晋国的六卿 占有了 晋国的权力 四处讨伐 与诸侯 会盟 他们的权势 超过了 诸侯 到田长 杀 齐桀公 而成为 齐国的 相时 各个诸侯国 却显示出 安逸的样子 不去讨伐 于是 各地 都纷纷 以战争 来 扩大 势力 韩兴 韩兆 魏三家 最后 终于 瓜分了 晋国 田河 也灭亡了 齐国 并 据为 己有 六国的 昌盛 就从 这时 开始 各国 都致力于 使军队 强盛 兼并敌国 纷纷使用 阴谋 诡计 合纵连横 的言论 也日渐 兴起 假托的 名称 像蜜蜂一样 大量出现 发誓 和 结盟的人 也不遵守 诺言 即使是 安置了人质 用福 做凭证 还是 不能 约束他们 秦国 在开始时 只不过 是个 偏僻 边远的 小国 各诸侯国 都排斥他 认为 他和 戎敌 差不多 但是 到了 秦宪宫之后 秦国 就常常 成为 各国中 最强大的了 衡量起 秦的得意 还不如 鲁卫 等国家 粗暴 乖张的 君主 揣夺 这就是那个 杜梁恒的那个 肚子 在这念夺 揣夺 秦的军队 也不如 韩赵卫 三国的 强大 然而 秦最终 兼并了 天下各国 这不一定是 秦 处于 贤族 巩固的 有利地形 处在 有利的 形势之下 的原因 大概 他是 天 所帮助的 国家吧 好 这节课 咱们就讲到这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